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城中心广场有一块铜牌 上面镌刻着中国城创建者的名单 其中特别提到了两位功勋人物 其中一位就是皮特·司徒 皮特·司徒是一位民权领导人 当年他和几位华商领袖一起 倡导修建了洛杉矶新中国城 并且以每平方尺0.75美元的价格 卖下了以百纳街和大学街为南北分解线的这片土地 在此建设了洛杉矶新中国城 洛杉矶新中国城也成为全美国第一个由华人拥有的社区 洛杉矶中国城在建设前进行了周密的规划 道路宽阔建筑新颖 城内的防火 卫生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 这座建筑由厄尔·维布斯特和阿德里安·威尔逊设计 他们仿照中国传统建筑 特别是北京故宫的式样设计的这个建筑群 中国城有东西两座城门 游客必须穿过这两座城门才能进入中国城 东门位于北百老汇街 是一座中式三层木牌楼建筑 牌楼翘脚飞檐 红柱白窗 十分雄伟 1938年 加利福尼亚州第一位华裔律师 洪耀宗先生提议 设计修建了这座建筑 因为建筑上安装了一块孟欧之风牌匾 以此纪念普天下的母亲 人们又亲切地称东门为母亲的光辉 东门自建成之日起 就成为中国城最著名的景观和地标之一 每到夜晚彩灯点亮 把东门装饰得更加美丽 中国城的西门位于北小街 也是一座中式牌楼建筑 由三个古门和门柱组成 翘翘飞檐 凋梁画洞 上书《罗纸精华》四个大字 1938年6月25日 洛杉矶华侨华人载歌载舞 在西门前举行了盛大的中国城开布典礼 根据记载 在西部之初 洛杉矶中国城就开设了 包括餐馆 礼品店 中药店在内的 18家商店和一家豆腐厂 其中一些商家是从洛杉矶老唐人街 搬来的老字号 万珍楼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家 万珍楼创建于1860年 是洛杉矶最早的中餐馆之一 这就是19世纪末期的万珍楼 1938年 万珍楼签到中国城的新旨 1954年 万珍楼更名《抵上校餐馆》 因为环境优美 佳肴美味 服务热情 成为洛杉矶最受欢迎的中餐馆 吸引世界各地的人前来品尝 直到1987年歇业 从1860年开业到1987年歇业 餐馆延续了127年的时间 成为华人不屈不挠 艰苦奋斗的楷模 这座建筑被设计成雄伟的宝塔状 人们最早叫它金塔餐厅 从1941年建成使用起 优美的环境 可口的饮食 就吸引来不少观光客 直到今天 这里依然是著名的地标型建筑 到了夜晚 彩灯亮起 建筑显得更加美丽 欢迎您继续收看华人世界 白蛇传的故事 大家一定不陌生 白娘子于许仙的故事 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扼腕叹息 具有这样一位华人作曲家 他为了让更多的人 知道这段爱情故事 居然将这部东方传说 改编成了西方歌剧 并且走上西方高雅艺术的舞台 更凭借歌剧白蛇传 成为第一个获得 普利策音乐奖的华人 他的名字叫周龙 这里是美国的波士康歌剧院 现在正在上演歌剧白蛇传中 最传奇的剧情 断桥的场景 在东方司主与西洋乐器的合奏中 身着现代服饰的白娘子 在前卫风格的舞台上 急切地寻找许仙 白蛇传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 曾经被改编成电影 电视剧 穿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很难想象 这部由美籍华裔作曲家周龙创作的歌剧《白蛇传》 竟然是一部用西方的歌剧来讲述中国神话故事的高雅之作 《白蛇传》的演出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 中西艺术的合并让无数美国观众被这部中国神话而感动 而这部作品的作曲人周龙也凭借歌剧《白蛇传》 获得了美国艺术家的最高荣誉之一 普利策音乐奖 周龙的获奖改写了美国主流音乐 一直被西方乐器所垄断的事实 更改写了普利策奖被美国白人垄断近一百年的历史 没有想到可以得 可以说有史以来 这是第一个美籍的亚裔 获得这个文学艺术类的普利策奖 就是在普利策95年的历史以来 那我怎么敢想象我可以得这个呢 我没有想到 1953年周龙出生在北京 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里 父亲是西洋画家 母亲是声乐老师 因为从小就热爱音乐创作 周龙在1979年 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正式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人生 《白蛇传》的获奖 周龙让世界听见了中国音乐的艺术 如今54岁的周龙 是美国密苏里大学音乐系的教授 也是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课作教授 追溯《白蛇传》的创作制度 还要回溯到周龙进入中央音乐学院 无意中听了一场外国团体的演奏会 演奏会的曲子全是由作曲家 用该国民族乐器创作的 并用民族乐器进行了演奏 当时就引起我很大的思考 我就想 以前我们都是热衷于 创作管弦乐 学西方那一套 他们为什么可以用自己的民族契乐 创作这个比较有更 这个时代感的这张作品 原来民族乐器能焕发出那么大的魅力 那次的演奏会让周龙深思 并开始思索未来的创作方向 他开始尝试用中国民乐谱曲 这个小子 对对对 OK 1985年周龙申请到美国顶级学府 哥伦比亚大学作曲系的博士 并在来到美国的第一年 就加入了纽约本地的华人乐团 开始尝试将中国民族乐器 融入美国社会 我在85年一到纽约 我就参加了一个 中国的传统契乐的一个乐团 叫长风中乐团 那个时候我们就办了很多音乐会 就开始为民族契乐在纽约来做 你想八十年代初期的话 在纽约 虽然以前也有一些中国的团体去访问 而且那边也有民族乐团 当然对中国契乐的新音乐 并不是很熟悉 1993年 40岁的周龙申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 40岁对普通人来说意味着早已成家立业 而一大时的周龙反而开始寻思 如何将更多中国文化融入音乐创作 并从事着一份薪酬极不稳定的工作 自由作曲家 我那时候在纽约做了十几年自由职业作曲家 以作曲为生 就是什么都做 配乐 你为了生存 那慢慢地就做出一点影响来 那时候有一些年轻学来 他觉得你怎么做出来 跟他们那个通常美国人那边做的不同 他就想你在这里偷点诗 生活虽然不易 而自由作曲家 也给了周龙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如何让中国民乐被更多的美国人接受 中国的民乐细腻温暖 而西方的乐器音质厚重 从1993年到2007年 周龙坚持创作中西乐器合作的交响乐 并多次获美国国家级嘉奖 可周龙却觉得不够 他一直希望创作出一部宏大的中西音乐与文化结合的作品 2007年 机会来了 一位颇为富裕的叫林小英的华裔歌曲爱好者 决定将中国神话白蛇传 改编成西方歌曲 并为此寻找作曲家为这部歌曲谱曲 那时的周龙只有单曲创作的经验 一首曲子最长不过十几分钟 而歌曲动辄两个小时 第一次面对歌曲这么复杂的音乐艺术 周龙不但没有胆怯 反而因为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而被主创人员一眼相中 那在当时谈的时候呢 我看到了脚本很小的是个多目歌曲 小青上来叙述故事 叙述完了 然后白娘子唱了一段 差不多就完了 那我觉得如果我要是做一个第一部歌曲 我觉得我要做一个大型的 我就说这个歌曲是不是能够把它再强化一些 建议了这个以后呢 他们那时候还在建很多作曲家 但是他觉得好像跟我谈的这个 觉得他很有信心 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那个歌曲团呢 这个团长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 我们呢最近看了很多歌曲 然后呢还是觉得想请你来做这部歌曲 神话白蛇传在中国可谓是家与户晓 而美国人却并不了解这部中国神话 为了配合作曲 也为了让美国人也能看懂这部中国神话 周龙担任起作曲人与剧情编剧的双重角色 他与团队将原本二十分钟的单元歌剧 延伸至主角为白娘子 许心 小兴与法海的一百分钟的歌剧 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出现在周龙的眼前 那就是歌剧本就是西方艺术 而舞台也被导演设定为西方前卫风格 主角们都穿着现代服饰在前卫的舞台上歌唱 作为歌剧灵魂人物 作曲家的周龙如何才能让白蛇传 这个中国神话不被西方化得太厉害 为此周龙早已想出自己的办法 那就是用不同的中国民乐 以人画不同的人物形象 于是中国乐器薰与二胡 在这部戏中被赋予了绝色的灵魂 这个乐器这个是中国一个最古老的乐器之一 这个是陶做的 那它就是我用它来表现那个小青 这个小青是用男性女高音 那个薰呢 它这个声音非常浑厚 而且有很多这个波音 而且有这种忧愿的这种感情的东西 曲线的时候呢 就用了二胡 这种乐器呢 它呢非常流行在江南 白蛇传的故事是发生在这个杭州的 曲线呢 它是一个白面书生的这个形象 我觉得二胡呢 它很细腻 我觉得它们比较符合这个 曲线这个人物性 你从哪里 小青和我 已经来到很多年了 来到这里 除了用中国民乐代表不同的人物 周龙还在音乐中融入京剧的邦子锣鼓等敲击的中国戏曲艺术 以烘托出东方的风韵 它在不同方位都有涉及到这个京剧的这个元素 你首先最直觉的就是京剧锣鼓 我运用了京剧锣鼓 但是不是全套 其实像小锣 大锣 还有这个木鱼 帮子 就是有点像板鼓的这种意思的 但是呢 同时还运用了京剧中的一些堕板了 还有一些典型的这个京剧过门的一些节奏型 在演员的唱腔中 周龙也融入中国京剧的念白 就在许仙第一次邂逅了白娘子 并被她吸引时 白娘子就用京剧艺术的念白 笑着调戏憨厚的许仙 因为她融入这种戏曲的这种 一扬顿挫的这种拖腔了 在英语里头 所以呢 对英语的听众来讲 他们也能听懂什么 但是说怎么那么稀奇 怎么这个英语是这样念的 但是她并没觉得这可笑 她觉得她这个语法上很新奇 在中国司主的天涯之音中 白娘子余许仙 在前卫风格的舞行上上演断桥邂逅后 在沙发上相爱相知 在一片红色灯光中 白娘子被猜疑 二人的爱情被伐海破坏 最终白娘子违返天条 水漫金山被伐海收服 故事以悲剧收场 奇美的中国神话故事 引来美国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并在第二年的四月 获得了美国普利策音乐奖 从开始创作到剧目上演 周龙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 加起来有367页 这是乐队总统 有367页 这367页的曲谱 每一个音符都凝结着周龙 将中国文化融入西方艺术的汗水 首演的那一日 周龙的心情复杂又忐忑 在首演的时候 有一种无形的紧张感 因为这是三年的过程中 一点点磨出来的东西 演出结束以后 我有一种忧郁感 这可能就是说 积累了三年的这种 这种反复的磨合了 最后它成型了 就好像虚脱了一样 白蛇传在美国 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 美国的媒体 是这样评价白蛇传的 它用西方的歌剧 讲述东方的故事 又用东方的故事 成功征服西方的观众 面对自己的成功 周龙反而觉得 任重而道远 因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在中国民粹 日益沉寂的今天 作为炎黄子孙的他 有义务做一些什么 作为音乐创作 还是本着中国自己的文化 不能迎合 所以我回来讲学 我每次都强调 青年作曲家 就应该更扎根于 自己的文化传统 因为你要脱离开 一个本土文化 那你就不会有 利于世界的文化精神 在歌剧《白蛇传》的背后 我们看见了周龙 所付出的辛劳与汗水 也看见了东西方文化 完美的交融与互补 好 华人世界 我们的家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下期再见